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我觉得在工作中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干练的人 包括我的一些协调和沟通的能力 在这方面都是得到了 活动伙伴的任何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我认为无论在哪件事情上 只要我用心 我要可以更加的精力求精 去把它做到最好 大家好 我是六小玉 来自于天津 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 今年26岁 曾经有4年 从事公关活动的相关经验 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 寻找一份和媒体传播 或者是公关活动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刘晓玉毕业于我特别有感情的 天津师范 而且是双学位 然后年纪轻轻的 在一家公关公司 做到了AD 是吧 客户总监的职位 对 但是他后来呢 有段时间想当老师 去考了教师证 在这过程当中 最后他觉得他还是 做公关 做市场最合适 所以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来应聘公关市场类的职位 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靠谱 而且长得又很漂亮 我推荐你 谢谢牧总 你是生物技术和应用心理专业 但是你并没有从事相关的任何工作 没有任何的经验 为什么 就是我在大四实习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机会 进入这样的公关活动行业 本身因为我对这方面 又一直很感兴趣 所以就选 但一直很感兴趣的话 你应该第二个专业 也不应该选应用心理专业 学应用心理是一个爱好 是一个爱好 那个小玉 那既然你现在最大的兴趣 是营销策划 那为什么第二意向 还是教育类呢 这一块是遵循了一下 父母的意思 你到赛瑞之后 刚去就做AD吗 是吗 对 那凭什么呢 因为他信任我的能力 他是依据什么来信任 产生这种信任的呢 你在你做AE的时候 有哪些跟这个话执行 有关联的这样的战绩 使他产生这种信任 因为说实话 我在广告业界里面 18年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应届生 到一个公司 直接就去做AD 顶多他能做到AM 就已经很不错了 懂我的意思吗 是我的领导 带着我跳槽走的 你的那个Leader 到了那边以后 他在原来的那个公司 是做什么Title 到了新公司 做什么Title 他原来的话 是一个客服的总监 他到了新的公司之后 做运营副总 做VP 那就培养自己的亲信 那他怎么服众呢 对 就至少说小月 第一家公司的时候 有什么好的案例吗 你 因为你的总监 有把你带走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来说一个典型新案例吧 简单地描述一下 给大家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可能大家就说到了 广告公司加班这个问题 那我有一个同事 当时离职了之后 我去接手 他所有手里的工作 他曾经 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他每天是11点钟下班 我接手了之后 同样的工作 我每天安排好的时候 不超过7点钟 我一定能下班 这就是我的能力 他只能说 你的时间管理 做得比那个人要强很多 绩效管理做得比 对 有什么好的案例 或者这么说话小月 就是我们其实是 需要听到很多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你认为 那个总监 要从以前的单位当中 带你走的最核心的 三个原因 分别是什么 一 二 三 你刚才讲的 你的效率 是吧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什么 首先一个是我的效率 第二个是我的 所有的执行力 第三个就是 我的对活动的 认真负责的能力 这个是我们看的 小月 这些是无法现场验证的 咱就说点实际案例 来验证这件事 因为所有的选手上台 都可以说 我很努力 你的回答 不像是一个 有经验的人的回答 一般做批判的 出来的人找工作 首先讲 哪些案子是我做的 当时我在里边 有什么贡献 你讲的都是说 我时间管理比他们好 我就是有能力 我觉得他自己 没有想好自己的定位 把自己职业化的一面 没有表现出来 轻飘飘落不了地 来点干货吧 比如说当时 凯德国贸 在天津的亮相 那个活动中 新加坡的 因为当时的甲方 是新加坡人 他们对一些细节的 要求非常的严谨 比如说像写真布 接缝 这些东西 它都是不满意的 然后当时我们需要 连夜地去找烹烘公司 去烹烘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 就当时一起在加班 去寻找新的资源 要想找一个 就要大型的一种烹烘机 然后去找资源 再加上所有的 其他的物料 要去熬夜地去感知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要去 马上去做到的 这个其实非常执行层面 如果你已经做到 客户总监的话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提案 所以你有没有 为客户的某一个项目 做过一个非常出色的提案 我们这边的话 大部分主要的提案 还是由策划去做 所以你还是负责 执行这一块比较多 基本上你是执行层面上 对 执行层面的话 我的执行力 会比策划力好一些 不是 小玉 你先明确一下 你写策划 其实你是不是说 你应聘到 比如说甲方公司 做公关经理 然后你下面可能会有 一个专门的策划专员 你是这样考虑的吗 对 那你就明确说 我要做市场经理 或公关经理 可能我的公司 前期的话 之前在的工作比较小 没有这么系统的一些的 就是分配任务 对 也就是说换算过来 在大的这个执行公司里 可能就是主管类的岗位 对吗 但是为了方便 你们出去谈客户 对吧 给了你们一个总监的title 是这样吗 算是 你干嘛后来不做了呀 后来不做的原因 一个是 大家也知道 我的公司规模很小 然后公司也在走下坡 包括到去年的9月份 这家公司已经停业了 包括我们老板到后来 也在精简人员 但是我是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辞职 公司是9月份的时候关闭的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公司的平台 和一些发展的东西 没有给我一些好的东西去进步了 到后来就可能光做一些小暖场活动 那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那我问你一下 你在这个广告策划行业 营销策划行业 既然有这么深的情节 其实我像天津很多广告公司 这家公司不行了 我可以去换 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 热爱这个职业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又跑到那个叫什么 奥陈SP这个当店长 为什么没有就选择在广告行业 继续做下去 是你做得不好 还是做得特别累 我就是想休息 你就是想休息 我对职场上的一些岗位 包括他的职责分工这块不很明确 而且我的职业规划 方式面的话 也曾经确实是很茫然 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考题 就是因为你曾经是个总监 其实你一下子把自己抬的 就是因为你的过去的履历 其实很有可能 那家公司是一个中小型公司 然后你在那里做了个总监 所以今天所有的考题 包括抛下你的问题 包括大家对你的要求 都冲了这个总监来的 其实你现在真实地讲 你很有可能 你就是一个策划专员的数字 就是因为你这个总监惹的祸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简历 写得那么徒有其表 最后招来所有的质疑 把自己的总监 啪的一下 扔到一个专员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最后再确定一下 你的求职意向到底是什么 偏向于执行管理层面 希望各位老板能给我一个机会 和一个岗位 让我去认真的 去系统地去学习营销和策划 包括现场的执行的一些东西 谢谢大家 最基础的岗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最低薪酬不低于多少 不低于6000 不低于6000 有低于的限制吗 五千 我说有低于的限制吗 低于的限制 不好意思 你看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她突然冒出了个5000 你无形之中替我们砍了一千 我莫名其妙帮你砍了一千 不好意思大家 可能是没听清 其实这姑娘 其实虽然这样一直这样 其实心里有点借借的 但是对小玉是有好处的 对 是有好处的 没关系 还有希望 这个有低于的限制吗 4000 天津和北京 为什么是天津和北京呢 就还是不能离家太远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商我有财 来吧 你的PPT好好解读一下 首先呢 有一个小短片 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咖啡店 我是一个自强上进的阳光女孩 在这个大都会中 我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打听 有一天 身心俱疲的我 来到了尖阶角的咖啡店 一股清风吹进我的心田 从此之后 我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我从一个职场女性 变身为这家咖啡店的店长 我尽情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 为顾客奉上每一杯用心制作的咖啡 我希望他们也能和我一样 在这里舒缓压力 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当时它是一个电影的推荐在天津的IPTV导视频道会播出 播出一周的时间 我是看到我一个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录制 然后我当时就很有兴趣地去问了他一下 然后他说了 如果你有熟悉的店铺呢 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个小型的广告 那当时呢 我在这家咖啡店打工 作为一个店长 我就想利用我自身 然后去给他做一个小广告 还有对吧 把它先解读完 这些是我当时的校园生活 我在学校里面担任的是学院的文艺部部长 当时有排练一些舞蹈 从音乐的剪辑到所有的舞蹈的排练 都是我去主持去准备的 这个是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 做的天津市地标性项目的活动 天津银河国际购物中心的签约仪式 凯德中国的亮相天津 这个是我在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活动 当时是我大四即将要跳槽之前 是已经决定好要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做了一场活动 当时是我领导非常信任 我给了我一个大概四十万体量的活动 从前级的策划到后期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一个人去主要把控 当时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亮相 有一个物业展示 还有它的一个当时项目的一个周年庆 全部都包含在内 我曾经在这个售楼处住了三天的时间 没有回家 就盯着搭建 这个是我当时说的 一个周末的时间一共有六个项目 十一场活动 我要全部把它分配好 每一个联系人 每一个时间点 全部要把它排列出来 这是我在活动中 客串主持和歌手的照片 这是生活中的我 我曾经在 就是离职的这段时间 参加了一些活动 比如像我做咖啡 我做主持 然后做一些其他的 好像我弹琴的样子 还当过足球宝贝呢 去年不是世界杯吗 世界杯的时候 然后当时拍了一套照片 夏业 我积极乐观 真诚直率 果敢坚韧 认真负责 希望各位领导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认真努力 给你们一份惊喜的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 主持范又上来了 各位领导 小玉 我在你简历当中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我要给你确认一下 你毕业的时间是 2011年7月 2011年7月 11年到14年 都是在这个传媒公司 做这个AD的工作 对吧 对 那你看14年3月到9月 你做的这个咖啡店店长 为什么只做了6个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14年9月就已经离职 但是你接下来的第二份工作 是15年的2月 中间有长达半年的空档 这半年你在做什么 第一个问题 咖啡店店长 怎么只做了6个月 咖啡店在9月份的时候 房租到期了 因为经营不善 当时已经决定的是车租 然后就这个店就关闭了 咋总遇到经营不善的企业 反正你毕业之后 工作两家公司 最后都是倒闭了 都挂了 就刚才我们看到 那家咖啡店已经不在了 是 已经成了古迹了 是 我倒是好奇 你刚刚那个短片里说 你本来是一个白领 然后一转身 就变成了店长 怎么跟一转身 就变成店长了呢 平时的话 在以前上班的时候 就经常去那家店 然后跟老板的关系也不错 就是经常会在那家店 就练着做咖啡 你怎么老空降呢 而且老板身边工作的人 很郁闷 而且老是跟老板关系不错 对小姑娘老空降 一下口总监 一下店长 因为店长通常据我的了解 应该是至少在某一个行业当中 各个岗位都得干过至少两个三年吧 对对对 他这个岗位上 是力要求的吗 要有专业的技能 第二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第三会有相关的经验 起码 带团队的管理经验 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础的店长 你怎么就一转身就当了一店 告诉我们 您是如何做到平步青云的 一我对这个店很了解 在这之前 已经在这里面待了两年多的时间 第二 其他的员工都是在校的学生做兼职 那只有我有职场的经验 包括一些管理的经验 所以我的老板会希望我去帮忙他管理 然后去一些日常的细节 那你都管了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排班 比如说是像 每天要查库存 然后每天要去统计营业额 这些事情 就是锁碎的店内的 这一个你 你举了这几个模块 让我很诧异啊 对吧 这都属于后勤模块的 你能不能讲讲 这个咖啡店的核心的经营模块 都有哪些 我觉得就是他的空降 不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每一个公司老板的问题 他的老板都合理他 所以他们老板都倒闭了 都是开天台培训关 所以我觉得咱们讨论这点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他老板的问题 是把他安排在那 他本来不可 就是可能胜任不了的 关键 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集体跑偏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呢 就别再被他这个小玉 他自己之前构筑的这个 代表所迷惑了 他只是个代表 他开始压根就没有搞清楚 真正的总监 真正的店长 应该拿多少钱承担神当的责任 他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 被推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岗位 听上去比较高的岗位 但其实与这个岗位相匹配的很多的历练和责任 并没有出现在他的那个市场经济当中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可能 为什么他老是空降 原因是这个女生可能做事确实特别的有干劲 什么都愿意尝试着去做 比别人干得多 小玉的基本素质确实是不错 小玉问一个问题 你在当店长的时候 你把你以前做营销策划那一套 有没有用到店里的经营上 我想了解一下 你在那个广告公司学到的一些能力 怎么平移到你这个店长能赶快上来了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 否则的话我们录用你 你也不能给把你过去的经验给我们 而且咖啡店他本身有很多小活动小创意 都能用得着 来来来听他说 说完之后我们进行第二轮选择 不再问别的问题了 首先一个是为这个店有做了两个片子 第二个是在世界杯期间 我们店针对世界杯 做了一个24小时连试的活动 因为我们平时店里面是没有吃的的 我们是一个简单的咖啡厅 只有咖啡和蛋糕 然后我们在夜间的话 是有专门安装了投影 然后有一些晚餐 然后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球迷 在我们的店去看世界杯 所以你看做个店长多辛苦 要当模特 要当店长 要抹咖啡 还要支投影 什么都得干 你说他不做店长 谁做店长 对不对 是吧 谢谢杜老师 实干精神 他实在不是因为能力而做的店长 实在是工作精神可嘉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七盏灯 谢谢 看看这次你空不空降 小雨 小雨你好 我觉得你的气质非常好 而且面对这么多的质疑和提问 其实你是从容应对的 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 我觉得这点是你的优质 我觉得你可能适合我们 布鲁地这公司的客户总监的管陪生 优胜教育机 今天给你的是我们加盟事业部的运营执行类的岗位 我是韩淑 陈雨昕 那我这边给你的岗位是韩淑的 我们北京分公司的一个营销策划部门的一个助理 开不知给你留的岗位是 预备 营运部的预备督导 因为今年我们有两个明星子品牌落地 有巨大的培训学院在培训大批的专业督导 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平台可以展示自己 你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乐朗葡萄酒的微商 我给你的岗位是活动执行组管 我需要一个媒介公关 那媒介公关我会亲自来带给你 如何去跟媒体保持跟进和沟通 我会用一年的时间把你打造成最棒的媒介公关总监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佳勇 你的形象气质包括你的台风 非常适合在台前 特别适合我们福诺集团的PVGO项目的活动执行 甚至活动主持 因为今年我们有白场校园行 和大学生创业大赛 那么在这两种活动中 你一方面可以用到你过去接触到那些活动执行 另一方面你可以直接在每个大学来主持这样的创业大赛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样的岗位 你这回得好好选 别你选那家又倒闭了 你今天一定要慧眼识珠啊 来 一共是七盏灯考虑一下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不好意思 格鲁 不好意思 陈总 好 灭了两颗猪 不好意思 陈总 非常喜欢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陈总 不好意思 陈总 来 由请马瑞 刘家勇谈钱不上感情 怎么就偏偏留下了这两个家伙 留下两个最帅的 一个是正当壮年 一个是小鲜肉 为什么留下他们俩 首先刚才就是在台下听到了12家企业的介绍的时候 我对马总这边的企业就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准备拍下马屁是吧 不是 那刘家勇呢 刘总这边的PVgo项目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我觉得也是很有潜力 谁可以做主持 我也很想跟他学习的 是吧 他要选了你们俩 你们俩要小心 有问题 我相信我可以帮他打造成 那个真的是很好的谈 因为我觉得我打造团队的能量 你半年之后别哭着回来 有一点我可以断定 因为从我创业12年 从来没倒闭过 我们掌声欢迎马总 刘总 半年后到我们这来应聘 半年后 那个小玉我带你来一起交聘 然后我们这个小玉正好坐在那上面 来 请揭晓 刘总 四千五百家 四千五百家 您比是四千五百大家小家 什么意思啊 因为其实在我的公司里面是我的 允许我每一个员工都是销售 那其实包括活动执行 跟每一届公关也是一样的 对于一些项目型的一个公关活动的话 如果这个单子是你的会有一些提成 相应的提成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连环创业者 你要想进入职场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你来我这里 可以 但是实际上你来我这儿是我亲自会带你 我刚才讲说我会把你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的极致 我想问一下马总这边 就是如果私立在北京工作的话 就住宿这块有没有办法帮忙 住宿的话我们有宿舍 那这个是可以干你的选择 没有问题了是吧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你的选择是得上文化 福能集团还是谢谢再见 得上文化 去吧 我想我会更多的去系统的去学习一些营销 破坏类的东西 然后想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安稳地把它做好